日前,因为著名搏击手死神方便希腊点评,陆寒主演的甜蜜暴击而被推向风口浪尖。 在这场日论对战中,死神方便显然不及拥有千万粉丝的陆寒影响力大,一时之间受到了外界不少网友的质疑,面对扑天而来的指责,随后方便删除了言论。 不过,还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,而随着事件的发酵,格斗狂人徐晓东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,他认为方便这样指责陆寒时有不妥,让一个拥有几千万粉丝,到偶像来演搏击剧剧,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行业,方便这样做,只会让更多的搏击粉脱粉。 只则死神方便做法过于偏激,中国搏击需要更多人的关注,陆寒能够出演搏击拳手是好事,错在编剧和武术指导不懂搏击,方便应该有大胸怀,不应该让别人滚出去。 不过,还是有不少搏击拳人士,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像最美搏击女拳手东宁就直言,剧情中看着很厉害的拳手,大概连我都打不过,薛晓东梦寐以求想要和其打一场,的武僧一龙也坦见八声。 力挺方便,与之类台占有,方便的认真语之者。 感谢陆寒对中国搏击在其他领剧的推广,我只是搏击路上身先十足的铺路时,至于某些诋毁本人而造成实际影响的是我的承受力,能力还不够。 武圈中洞脑筋诽谤加三话,让人连名字都难以提起,实在是对武圈对外界的玷污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,好似为之。 武圈一龙此言一出,也获得了不少网友的力挺。 武圈一龙在力挺方便的同时,还不忘暗宝曾经曾自己热度的搏击选手。 看来,对于当初曲晓东的越战,武圈一龙还是耿耿于怀。 不管如何,对于这次事件,相信每一个网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。 而陆寒在甜蜜暴击中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。 为了塑造出完美的形象,还刻苦训练三个月,也让不少粉丝心疼。 既然是影视剧,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一专业的选手来要求他。 还是希望这次事件能够早日完结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和对于新的数字行Amico 8〭